缓球网军事5月7日报道 国防部近日公布 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 调整组件13个集团军 番号依次由陆军第71集团军 至第83集团军 消息已经发布 随即引起广泛关注 9番号全部废止 新番号全面启用 在4月27日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兼新闻发言人杨宇军 就军队改革 中国第二艘航母等日益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关于陆军集团军调整改革情况 杨宇军介绍说 中央军委决定 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 调整组件13个集团军 番号分别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军第71、72、73 74、75、76 77、78、79、80 81、82和83集团军 杨宇军指出 调整组件新的集团军 是对陆军机动作战部队的整体性重塑 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迈出的关键一步 对于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 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本轮军队改革脖子以下武装力量 结构编程改革动作最大 涉及部队最多的一项 至此 集团军就翻号全部废纸 全面启用新翻号 集团军新翻号 为什么从71开始 从国防部最近发布的消息看 在新一轮军改中 陆军18个集团军调整为13个集团军 全部启用新翻号 如前所述 我军历史上军的翻号最多曾排到第70军 而且在此之前 历经数次精简 保留的各集团军翻号 从1到65彼此之间互不相连 这次就从71开始 且所有翻号均一次相连 也避免了与过去老翻号的重叠 另一方面 全部使用新翻号 也避免了撤哪个翻号 保留哪个翻号等问题 所有部队原来的翻号都成为历史 在这次重塑我军力量体系的 整体性革命性变革中 成为我们心中永不磨灭的翻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